男子好我端端 车停在路边滑手机 没有想到下一秒 四名男子围住驾驶座两侧 不满质问他为何开远光灯 而驾驶觉得莫名其妙 也大声回呛 没有想到这一呛引发对方不满 其中一人直接开门 给驾驶脸部就是一掌 接着还开始连环拳暴打 驾驶被车吐鲁起来的情况吓一大跳 最后同意把远光灯关掉 对方才终于停手 慌张情形就发生在大陆哈尔滨市 驾驶半夜把车停在路边 坐在车里滑手机 没有想到刺眼的远光灯 引起酒醉的四名男子不满 遭到暴打三十秒 事后报警也找不到人 但不少人看了影片 都觉得驾驶也有错 毕竟开远光灯影响别人视线 本来就很不礼貌 只能说莫名在车上被打 还真的是事出必有因 记者聊一次综合不到